我们国家的地形非常的复杂 在建设一些工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就比如在建造铁路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在大山中打出一条隧道 跟国外那些都是平原的国家相比 我们国家在建设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困难了 但是我们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还是建造出来了港珠澳跨海大桥 可以说我们对得起基建狂魔这个称号 中国又一项超级工程 它的总里程有1200公里 规模超过了10个港珠澳大桥 这是真的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超级工程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格库铁路 这条铁路连接着青海省 格尔木市和新疆的库尔勒市 是一条新建的铁路 虽然是新建的铁路 但是规模可真不小 几乎横跨了大半个中国 在之前我们国家西部地区的交通很不方便 从格尔木到库尔勒只能够乘坐汽车班车 而且这趟汽车需要跑26个小时才能到达 可是在格库铁路修建好后 乘坐火车只需要12个小时就能到达了 在交通不好的时候 西部地区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到沿海城市发展 这样西部地区就更难发展起来了 在交通便利后 相信西部地区会发展得很快很快 你们是怎么认为呢 本期节目